回到中午 第4次 第5集 第4集 群女做我醬酷 他們做一個全球 到底哪一國人最愛買維他命 就你知道台灣排第4名 僅次於泰國菲律賓以及美國 我們大概有56%的人 會去買這些維他命 確實我們還有俗帖別人拿 是 桌上保健品擺一堆 真的有需要嗎 然後它裡面還有沒有拆的 然後過期的 他說這是什麼 我說這都過期了 你還要吃喔 他說他買了很久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這樣子看它一大袋喔 譬如說好 三十罐好了 三十罐喔 你幫它篩選過後 它真正需要吃的大概剩幾罐 大概只有兩罐 你看 二十八罐 拿兩罐... 一般的都是什麼 破除保養迷失 別再花冤枉錢 其實我不懂大家 為什麼要喝險經耶 你不懂保肝嗎 第一個 當然它保肝的研究 是用那個化學性肝炎 它用那個自律化碳 讓這個小老鼠肝臟有問題之後 然後發現說我給它吃這個 可能有保護它的作用 問題來了 台灣多數人的肝炎是 病毒性肝炎 不是化學性肝炎 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個 對於病毒性肝炎有沒有作用 最近這個新聞一直在掛導的時候 有的東西會出問題 成分有問題的啦 包裝有問題的啦 衛生條件有問題的啊 點點點 所以也不曉得說 你們這些東西到底安不安全 而且好像 因為既然是保健的東西 好像需要很長的時間 才看得到效果 明明譬如說 買了一些補品給老公 怎麼吃了之後 體力也沒有比較好 你是真的在抱怨嗎 老公快要會難過 對... 歷劍嚴盡也到了 不是 因為工作真的很忙碌 我要小孩對不對 現在又上學了 對... 其實真的是蠟燭多頭燒 是這樣子喔 對... 那花了這個錢到底值得嗎 也會打上一個問號喔 對... 這個問號我相信除了你以外 現場我們不曉得 大家是不是心中也有一個問號 我們好來瞭解一下 好不好 請問一下 買只要是針對 身體有益的一些什麼... 什麼健康食品 錢就下去了嗎 願意嗎 非常愛買 一定買 幫我兒子買過中藥 跟營養的那個什麼 奶昔粉 因為我知道那個 你知道中藥呢 就是人家說 因為我一直擔心 我兒子長不高 然後就有一個媽媽 很好心說 她認識一個中醫 那個中醫的那個 藥的成分是很高檔的 但是她幫我配子要多少錢 那她說一罐大概五六千 我兒子只要每天吃個兩瓢 然後她兒子吃了一個暑假 就長了十公分 她有拿照片給你看嗎 她只有講 可是你知道對一個媽媽 擔心兒子長不高的媽媽 十公分那個很可怕耶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妳... 我說那妳先幫我去配個兩罐 一萬二嘛 一次兩罐 對 因為兩罐 剛好暑假一罐一個月嘛 然後我就讓我兒子吃 我兒子大概吃不到一個月 我還每天幫她化現耶 結果咧 沒有任何動靜 而且我兒子還長了滿臉的青春痘 就她吃到排毒了是不是 沒有 後來就是我有問人家說 太營養太上火了 然後我兒子不適合 我曾經花過最多的錢 在我爸身上 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嘛 我爸好像有一陣子 我看他眼睛黃黃的 我想說 爸一定是肝不好 他每天又吃得很油膩 我爸很瘦 可是肚子很大一個 我想說 哇 糟糕 後來他檢查 發現 酸酸甘油脂過高 我就想說怎麼辦 那這要怎麼降呢 後來我就上網查 他說 對 男生很好 吃完什麼 精神也會很好 怎樣什麼的 又不要不要叫 對 我真的要考慮到那一方面 因為我為我爸嘛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可是怎麼辦 我也沒什麼錢 我那時候大學打工 一個月不到一萬塊 八九千算很多了 那我那時候 我就打電話去 跟那個服務人員講說 我要買韭菜籽膠 你們怎麼賣什麼的 好了 總偷偷花了快八千塊 就等於這樣一個月的薪水 結果後來好像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效果 聽來這個韭菜籽的事情 你上網查 沒有 對 我上網查 然後又在電視購物看到很多 他一直在放一些 畫素 好 余妮 我買那種美容的啊 因為我的罩門就是怕老 因為我太早生小孩 我都覺得我不公平 因為別人那個時候還在年輕 可是我已經當媽媽了 妳太早生小孩 妳才恢復得好 對啊 就是早老啊 所以我對那種美容 就是保持年輕 我真的沒有任何的防禦能力 真的啊 所以從我生完之後 就是藥局就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我每天沒事晚 傍晚推著小孩去散步 就是美妝店 藥局 然後就一直 你看從那時候 維他命C 什麼ABCC都有 然後美白的Q10什麼都有 然後呢 我最怕別人跟我推薦 就是某一個牌子的 因為如果我一旦吃了這個之後 我就會把那個牌子 就像收集一樣 就都收集了 之前有一個美國進口的那個 就是葡萄味道的 可以抗氧化的 然後它同一系列 還有什麼益生菌啊 就是各種的 我吃了這個之後 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那它別的一定也更厲害 所以我就會把那一系列的 全部都買了 買回家 買完之後就發現 你把那一套吃完之後 你真的一整天不用吃東西了 因為它都是要泡一罐水 一罐水來喝 那你在買那一整套的時候 你其他的健康食品 是吃完了嗎 就是前面剩下別的牌子的 可能就再衡量說 沒關係這個新的牌子也有 那就不要吃就丟了 開始吃新的 對 好浪費喔 你這樣一個月花最多 買多少錢 應該不能講一個月 就是一旦我要買這個東西 我可能這一套買下來 就要一兩萬啊 那個一罐就是 那吃個幾個月這樣子 然後很快 然後像我就常常來上節目 節目中也會推薦 就是好的保健食品 我真的完全沒有 我自己來上節目 領了通告費之後 立刻就把它花掉 就買回來 我幾乎沒有我的漏網之餘 我上過的通告 介紹的東西 幾乎沒有漏網之餘 我全都有 因為台灣人 在保健食品這方面 真的是不熟人 之前曾經有個調查 不用說保健食品 跟他簡單的維他命這件事情 他們作為一個全球 到底哪一國人最愛買維他命 就是你知道 台灣排第四名 僅次於泰國 菲律賓 以及美國 我們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 會去買這些維他命 居然我們還有輸給別人 是 很不幸的輸給美國 菲律賓跟泰國 所以 這只是維他命 他們應該沒有算 我們其他奇怪的補品 對 比如說我覺得有些人 他們真的吃到得非常離譜 曾經有一個人家 他們一家人 光是一年用在保健食品 可以預算超過一百萬 怎麼用超過一百萬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因為前幾年流行 牛章汁的時候 他們就去參加 牛章汁的會員 因為有些你要得到 那個真的章汁 不是 因為現在量很少 那個量很少 所以你要有就很難 所以光是入會費六十萬 對 所以他們就要繳 先繳六十萬吃牛章汁 吃牛章汁不夠 因為這只是抗癌 或者保健你的肝臟 人還有很多地方要壞掉 對不對 第二個部分 他們就去那種高級的那種 抗老化還有養生診所 做什麼 做身體健康檢查 檢查其實沒有很貴 幾萬塊了事 但檢查完呢 他都會告訴你 來 你的身體現在看起來 你缺 你可能維他命什麼什麼有缺 然後你可能要補充一些 抗氧化物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沒有開藥給你 他開全部給你的都是 是營養保健品 所以那營養保健品 名叫預防 對 預防醫學 你回去大概 營養保健品 一個月也是幾萬塊再吃 天啊 對 是幾萬塊再吃 然後你在想 他們什麼東西都要養 第一個 你要防濕製嘛 對不對 所以防濕製你要吃魚油 然後避免心血管疾病呢 他們說什麼美國有什麼 他們就都吃 然後一定要吃葡萄 糖胺 因為膝蓋也要顧 所以他們估計了 這樣一定超過一百萬的 他們一家人一年 花在保健食品超過一百萬 好誇張喔 但這不是很簡單 因為之前有醫院 開那個叫做保健食品門診 就是你可以把你們家裡 你現在正在吃的營養品 拿去給醫生看 讓醫生幫你檢查 有沒有哪些需不需要 吃什麼重複 醫生說人來 都是冰菜拿來的 因為他吃很多種 一個菜籃提著他的保健食品 一來都是十幾罐的 真的 我遇到過 我那個是帶那個 大潤發的塑膠袋扛過來的 然後它裡面還有沒有拆的 然後過期的 他說這什麼 我說這都過期了 你還要吃喔 他說他買了很久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各國的都有 有泰文的 韓文的 然後有日文的 然後英文的 營養師 像你這樣子看他一大袋 譬如說三十罐好了 三十罐 你幫他篩選過後 他真正需要吃的 大概剩幾罐 大概只有兩罐 你看 28罐 拿兩罐 一般都是誰 真的 你缺拿兩罐 對... 要去買 沒有 你還要看他抽血報告 才會知道 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有時候 你說買了這麼多東西 花了這麼多的錢 是不是真的買到自己要的 很難講 對 那個效果 到底有沒有達到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考好大家 接下來的題目要仔細聽囉 好 來 第一道題目 只有更營養 所以只要喝湯不吃肉 只有心儀差耶 全一圈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您坐月子的時候有沒有喝雞湯 有啊 是不是只要喝雞湯 就覺得元氣就有氣 沒有 我還是有把肉吃光啊 好乖喔 還是為了營養 沒有 我有問他啊 他說你還是要吃一點肉啊 肉裡面還是有一些蛋白質 應該沒辦法融到湯裡面 去給人體的吧 就是你光喝湯 應該沒辦法攝取到 肉裡面的蛋白質 還有一些什麼氨基酸之類的吧 好像是我記得 好像是這樣 對 從小到大不是媽媽 通常那個雞湯一煮出來 然後我們一放學 媽媽就說喝一碗雞湯 對不對 不會叫你吃一塊雞肉 對 他絕對不會說裝雞肉 然後湯爸媽喝掉嘛 對 對 都是雞湯來 女兒最好的給你 所以我現在也是這樣啊 我現在都是肉 我跟我老公吃掉 真的 太孝順孩子了 真的 對啊 而且人家說 肉的所有的精華 都到湯裡面 所以為什麼有的年紀大的人 醫生會說少喝點湯 因為湯太營養 而且雞身上的精華 也只有兩隻腿 其實久而久之 我們家的腿 就是都給小孩吃 我跟老公就什麼都吃不到 所以就是 可是喝湯 我就覺得那個很... 營養吸收很快 比吃肉 肉還要再怎麼那個分解什麼 亂七八糟 應該營養吸收比較快 所以你是因禍得福 雞腿都被弄掉了 你就要喝湯 其實我老公他也是覺得 他要吃一點肉 可是問題是 只有兩個雞腿他喜歡吃 可是那兩個雞腿都要給兒子 所以他也吃不到 所以他也喝湯 那這題的答案 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營養師 答案是錯的 錯的 全場就吸引你答對 所以我爸媽以前是 把好的肉吃掉對不對 難怪兒子不夠高是不是 不怪 找出原因了 為什麼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你在自己燉雞湯的話 大部分的蛋白質 你們其實攝取雞湯 你雞肉都要吃蛋白質嘛 蛋白質才會長高長壯 又可以補充能量 都是在肌肉裡面 所以你在自己煮 煮再怎麼久 他蛋白質不會全部跑到湯裡面 大概百分之十在湯裡面而已 這麼少喔 百分之十 所以百分之九十 都是留在你的雞腿 你的肌肉裡面 那湯裡面有什麼 湯裡面有一些少許的 一些氨基酸 再來就是說 他有一些脂肪 還有可能會有一點鹽分 就是因為你有時候 煮雞湯會加鹽 所以湯的話 如果是真的湯跟肉來講的話 肉一定要吃 他是比較營養的 那如果熬再久 他也是不會出來 就十趴嗎 就大概十趴 十幾趴而已 有時候你真的很認真 古早會在熬那個雞湯 兩個小時 什麼兩個小時 八個小時以上 他就滴到他的骨頭跟肉 那一搓骨頭就糊了 肉乾柴 很難入口 但那個湯喝起來好好喝 對啊 也是只有百分之十 其實那個是要經過 特殊的技術 才有可能把蛋白質分解成 氨基酸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自己餵 就會把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真的我們如果 給小朋友吃的話 一定要給他雞肉 因為雞肉才是補充完整的 一個蛋白質 那為什麼以前都說 喝雞湯營養 是因為以前老人家 可能比較虛弱 在以前的人比較瘦 所以基本上 他可能在補充能量上面來講 他有時候牙口不好 他沒有辦法咬很硬的肉 所以他只好去喝他的湯 那他的湯剛剛講有百分之十的氨基酸 所以基本上還是多多少少 有他的營養在 那以前你生病人 你只要喝得下 其實就有營養了 那久而久之就以為說 只要喝雞湯就好 其實沒有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一定要給他雞肉 好 那當然雞肉我們知道 它沒有什麼樣 它很溫的東西 人人都可以吃 那王醫師 有沒有雞湯 什麼人是適合或不適合的 其實剛才營養師講說 其實我們蛋白質 最主要是我們吃雞肉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雞肉的蛋白質 是屬於比較優質的蛋白質 那他在溶解在水裡面的話 基本上不是溶解的那麼多 但是如果像昌明講的 如果你煮到很久很化的時候 你知道蛋白質必須要煮過之後 他蛋白質才會柔軟 所以你知道雞肉如果煮越久的話 可能就是那種感覺會更好 可是反過來說 他雞皮裡面的油呢 內臟裡面的油呢 他出來可就多了 所以他如果看過雞湯 按照以前做好的雞湯 那一層的油多厚 那真的 那如果本身那個油的雞湯 如果吃到肚子裡面去 現代人 三高 心球感疾病 基本上吃的那些油 而且那屬於動物性的脂肪 是屬於比較不好的 雞肉的蛋白質是屬於比較優質的 他的脂肪是比較不好 反過來有膽結石的人 胰臟或消化系統比較不好的人 那雞胞可能餵有一些人 不能吃太油膩的人 這些雞胞對的都不好 那這過來你煮太多的話 他肉裡面有一些礦物質 鈉離子 甲離子也會出來 加上你有可能習慣老人家會提味 加一些鹽巴進去 那本身如果鹽分有比較多一點的話 對於腎臟不好的話 也是一種負擔 是喔 可是像秋冬季節 其實慢慢越來越涼 我還蠻愛煮雞湯 那一個禮拜都會煮一次 覺得對全家人都很好 那這樣會太 吃得太頻繁嗎 不會啦 一個禮拜一次 剛剛好 那一鍋可能吃兩天啊 但是煮有一個技巧 通常我們在教那個 如果要去掉他所謂 因為最麻煩的是那個脂肪的問題 所以你要不然你在煮的時候 你就先去皮煮 就是你的雞要去皮 去皮去熬 那我覺得相對他脂肪就會降低 那如果你來不及去皮熬的話 你可能有事人 它是煮完之後放涼之後 到冰箱之後放冷 出來之後它上面會有一層油 你把那個油拿掉 那倒覺得 我覺得那倒是OK 通常我們會建議是 小朋友可以喝 老人家虛弱可以喝 還有就是在補乳的 因為補乳其實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質 跟所謂的一個湯湯水水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是可能 稍微比較疲憊的 因為氨基酸本來就可以幫助你的能量 那個恢復 那一個禮拜一次 全家大家一起喝是OK的 所以真的如果 譬如說上班很疲勞 喝那個是OK的 對啊 可是你不要搞很消夜 就不OK 你的胃就有負擔很大 可是我有問題啊 那現在房間都在喝雞精和低雞精 那雞湯跟雞精還有低雞精 他們三者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如果是雞湯自己熬的 一定是你去菜市場去買 然後或是說去超市 買雞回來自己熬對不對 那可能它就是一隻雞 那如果是雞精跟低雞精的話 它是很多隻雞去熬的 雞的那個數量就不一樣了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如果說這陣子剛好在流行 情流感這件事情的話 一般雞精來講 它在整個處理的過程裡面流程 像如果是有規模的 在賣雞精的廠商 它是有售醫的 它有售醫 所以它是可以檢查你的雞 有健康健康 對 那你的雞可能它可以保證 可能比如說抗生素的殘留 是怎麼樣它會有檢查 然後另外呢可能最後就是說 如果它要強調一個功效的話 它必須要花一筆錢 去做健康食品認證的 所以它有一個小綠人的標章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人 比較繁忙的一個階段 如果你真的來不及熬雞湯的話 你偶爾想要喝 那我們建議都是 還是以健康食品的一個保證 因為它是一個政府的保證 那它基本上 它至少可以強調一個功效 但是如果是以 比如說像低雞精的話 其實他們有一個不太一樣 雞精跟低精精不一樣 它不太一樣就是說 如果是雞精的話 殺菌的方式 它是屬於比較像是高溫高壓之下 去做一個殺菌的方式 那如果是低雞精的話 它是比較像傳統的 很多雞一起煮 然後到最後一個流程之後 它萃取它的雞精之後 它後面它是用冷凍的 極速冷凍的方式 它用這樣子做一個保存 對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雞精在做在這種罐頭裡面 它會是一個濃縮的 所以相對的 如果你有痛風病食人 普林比較高的人 這個就是要注意的 就是因為你一隻雞 跟很多隻雞熬出來的 普林的量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我買低雞精的顏色 比較淺 可是雞精 罐子狀雞精顏色比較深 它裡面是不是有加一些 調色的東西 其實一般來講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你自己熬雞 剛才怡里已經講了 你是一隻雞熬一鍋湯 可是這些東西 它可能濃縮度 是比你的高很多的 所以濃度會影響那個顏色的差異 第二個當然是配方 因為它雞精 它是不是有些東西 它會加所謂的焦糖 那我覺得很有趣是 焦糖這個東西 到底是焦糖色素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 你記不記得有碳酸飲料 結果人家說有致癌風險 那個就談到說 焦糖色素裡面會含 有一個4MI的東西對不對 對 那焦糖色素 在發生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的衛生署 是把它放在叫做 把它放在天然色素裡面 所以有些廠商會號稱說 我們沒有人工色素 所以它沒有人工色素 因為他們當時 焦糖色素 是被定義為天然色素 可是當現在開始 因為事情越來越大 當時什麼焦糖色素 後來什麼醬油 到底能不能加 或什麼之類 後來就發現說不行 以後焦糖色素 要列為人工添加物 列為人工添加物 重點是你一定要標出來 你有加就要標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說 它有沒有標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是 但是焦糖色素會因為提煉的方法不一樣 其實它安全性差很多 因為你如果古老的老奶奶 怎麼做焦糖 就是把糖炒到變黑變色 它會有風味出來 所以它會有調整風味 如果你用的量 或你用的 就是第一個調整風味 調整顏色 但如果說後來科學化 怎麼做焦糖色素 他們就用酸去裂解它 就可能我加什麼 鹽酸什麼酸去分裂它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4MEI 那種自來成分 就是因為它是用化學製程去做的 但是你光從那個看不出來 它是用什麼製程去做的 所以可能大家在購買的時候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不過現在食品還是允許添加的 顯然就是說它即使真的有含 不論它是用天然的方法去做 或人工的方法去做 在風險評估它都是安全的 那如果真的是譬如長大的 真的長大的小孩 或是你剛剛說的那些 比較需要補充雞湯這樣子的人 我可以一天一罐雞精嗎 其實雞精這個東西 基本上它的營養價值是夠 那其實基本上如果說你本身真的有一些慢性疾病 或是有一些真的痛痛的病 基本上比較不適宜 可是如果說你平時營養已經夠了 其實這些基金基本上是 額外不是那麼需要 那但是說如果你本身真的是營養不太均衡 你可能早餐不吃啊 午餐隨便吃 這時候或是說你的工作時間都很長 其實中間下午時間補充一罐 基本上其實起碼給你有一些補充 不會說你那些什麼營養都沒有 但是我們也不太會分什麼焦糖色素 有沒有加沒加 所以我們如果要買的話就是認名 健康小綠人 這樣子就OK了 對 其實基本上其實 每個媽媽都會很關心這些食品 我常說有三種人的錢最好騙 一個是女人 一個是小孩 另外的為別人 捨不得為自己都為別人 那如果又是為別人又是女人 那這種人是絕對是最好騙的 最好騙的 是啊 對 都是 對啊 有了家庭一定都是為小孩老公的 對 都燃燒自己 對啊 好 但燃燒燃燒的對 錢要花的對 接下來第二個圈插牌請準備了 好 第二個問題要請問 熬大骨湯來補鈣 比一杯300CC的牛奶更給力嗎 是不是這樣子呢 這次多了一味叉 也就只有兩味叉 其他通通圈 沒有啊 就沒有啊 就是牛奶 牛奶也沒有很多鈣好不好 可是至少比大骨湯多 而且我還有一個顧慮 就是不是一直都在說 骨頭裡面會有重金屬什麼的嗎 是這樣子 對啊 避免那個重金屬 我們就喝牛奶嘛 對啊 所以我熬到大骨湯了 來 其實我覺得這一題 我一直在思考 因為其實這個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蛋數 像他講的骨頭有那種重金屬 牛奶也是啊 現在市面上 牛奶不是完全都是 一定還是有加一些添加劑 加鈣 加鐵什麼 可是我都覺得如果今天是 可是我是假設今天是在 完全OK的牛奶之下的話 跟OK的大骨湯 對 跟OK的大骨湯 比起來的話 那當然還是 我覺得牛奶還是 蓋多一點 比較多 我覺得還是大骨湯耶 因為你看 不管是老人或小孩子 只要我們要給老人家 跟小孩子弄一些營養的東西 都會熬大骨湯 再用湯來煮粥 而且我印象中 我小時候我爸都會買很多排骨 你知道有的排骨 它中間會有骨髓 對 然後我爸都會要 我一定要吸那個骨髓 然後那個才會有 補充豐富的鈣 是喔 對啊 可是經過了剛剛那個雞 你爸媽都吃雞腿 對啊 你還可以信任他們嗎 給你們喝湯 你爸媽是不是長得比你高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這一切 我再錯的話 我應該不是我爸媽親生的 我沒來的 好 所以到底大骨湯跟牛奶 哪一個比較好 好 答案是什麼呢 營養師 其實答案是錯的 錯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親生的 不是親生的 真的是撿來的 怎麼會啊 我今天把不好的給我 其實我還是幫大骨湯澄清一下 大骨湯不是完全沒有鈣 它是有鈣 但是它很少 很少 所以要看你爸爸媽媽愛不愛你 看看它煮大骨湯的時候 有沒有加醋 如果它有加醋的話 應該你就是親生的 因為加醋的話 它會幫助 它真的沒有加醋 我有加醋 誰會加醋啊 會加一點 讓它那個鈣質融出來 對 那是要加白醋 還黑醋 還什麼醋 就是加一般白醋就可以了 對 心裡它的做法是很對 是加一點醋 讓它鈣質融失 可是我要強調喔 還是比牛奶少喔 少很多 通常大概是 二十到二十五杯的那個大骨湯 才等於一杯牛奶的鈣 聽到沒有 是不是你們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我一直長得高 是有原因的 我跟你講他從小 而且他現在 一天一千CC的牛奶 他就問我們的牛奶 不是 請問一下 牛奶有侷限在 是我們買的鮮奶 還是奶粉沖的呢 一定是鮮奶吧 鮮奶又鮮 早期我們營養師會說 鮮奶跟奶粉一樣好 可是因為最近這幾年 被踢爆奶粉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現在覺得 鮮奶可能它的一個蛋白質 跟鈣質的含量 是比較穩定 相對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一歲以上的小朋友 就可以喝全紙奶 然後六歲以上的話 就可以改成低紙奶 對 所以其實牛奶 那豆漿呢 豆漿含鈣量跟牛奶 豆漿含鈣量其實也不高 大概十杯的豆漿 等於一杯牛奶的鈣 對 要喝到十杯 但是豆漿有一個就是說 有一個技巧性啊 比如說如果有些老人家 真的根本不能喝牛奶的 會拉肚子的 或小朋友過敏的 你真的 我們所謂豆漿 我們有叫做豆奶 可是它其實不是奶 它是豆 黃豆去打的嘛 那你可以在那個豆漿裡面 加那個黑芝麻粉 因為黑芝麻是所有堅果裡面 蓋最高的 對 那小朋友 他可以有一點油脂嘛 老人家也可以有一點油脂 所以你只要豆漿加黑芝麻 的一個粉把它攪碎 就夠了 其實它就補充鈣質 然後又補充很好的 黃豆的蛋白質來源 然後又那個 黃豆又沒有膽固質 那這一杯就比牛奶還要好了 沒有 要看你加的那個 黑芝麻的量 對 那我們喝大骨湯 到底為了什麼 又是愛心嗎 對啊 大骨湯它 第一個 它本身這個骨頭 它有一個鹽分的成分 這個食材裡面 它有一點鹹鹹的 再來就是它有油脂 那油脂是增加你風味的來源 所以如果你用大骨湯去熬粥 你會覺得這個粥好吃又好喝 跟你一般 對 一般沒有用大骨湯去熬 它會香 香其實就是油 那大部分的大骨湯 它的油都是高油脂的 對 所以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熬可以 但是你熬完之後 一樣要把那個上面的油把它撈掉 然後其實你就把它 動成一塊一塊的 然後就是做一個提味 其實是提味 提味 而且赫然你剛剛好 你爸爸媽媽請你吃那個骨髓的部分 其他都是脂肪 它並不是鈣 不要再講 我已經變臉了 難怪我爸媽現在身體比我還好 這樣藥燉排骨 我們這邊啃骨頭啃什麼 對 風味 然後它裡面的營養這麼少 然後只是調味 對啊 也沒有什麼人適不適合的問題 是不是 就是爽就喝不爽就不要喝 就這樣 基本上如果說是有媽媽 有愛心的老婆 所燉了一個大骨湯 那老公或小孩 就是喝到之後 那種滿滿的愛心 不是一般外面的攤子 所能取代 愛心 你講還沒講 但會不會有什麼禁忌的 不會 應該 基本上其實應該說 我們都知道美牛為什麼要進口台灣 有一個論點 代骨的美牛不能進來 這意思是說 其他骨髓裡面 如果本身有一些問題的話 包括狂牛症的話 它本身就這個問題 就會在這當中 所以基本上其實說 骨髓基本上營養沒有想像的那麼高 裡面含著一些危險的物質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多 那基本上其實少碰為妙 因為台灣人做實在 對很多食材 真的都是覺得說 好像不用白不用 然後覺得用起來之後 覺得說去做其他的料理之後 覺得那種風味很不錯 那種油脂的美感很好 但基本上其實就營養價值 其實基本上是不高 危險性也很大 其實基本上大家不要再這麼做了 真的啊 好 那但是如果我真的要補鈣 有什麼別的方法跟建議嗎 對啊 除了豆漿跟芝麻粉 不能永遠三百六十五天就這一杯 還有豆芽菜啊 其實你可以吃 比如說像傳統的豆腐 傳統豆腐裡面 也可能會比嫩豆腐來的 鈣來的高很多 豆類製品都可以 沒有沒有沒有 傳統的豆腐 傳統的那個板豆腐 板豆腐的鈣含量是比較高的 那嫩豆腐鈣含量是相對的偏低的 對 然後另外其實 可以從植物性的鈣來補充 比如說像是 其實手推那個 芥蘭菜 對 芥蘭菜 如果你們家有炒菜的話 芥蘭菜 然後再來第二個 其實 那個綠色花椰菜 它的鈣含量也滿高的 對 所以你可以做這兩個選擇 或甚至於你的那個堅果裡面 剛剛講的黑芝麻裡面 其實還有第二個叫做 杏仁果 杏仁果裡面的鈣 也算是第二名的 所以你可以替換 再來曬太陽很重要 我們一直強調說 你吃的鈣之後 你沒有去曬太陽 你的維生素D不能變成 活性的維生素D3 你吃的那個鈣的吸收效率 都打折了 這樣喔 對 所以曬太陽也很簡單 女人不用怕黑 三到五分鐘 好 接下來下一道題目 圈插牌準備了 好 我們喝這個鹹筋 比吃這個鹹肉 還有喝這個什麼 所謂的拉湯 更飽甘嗎 現在換你們兩個交換了 你們三位交換 變成他們缺你差 真的嗎 那我要講 轉回去 你已經沒有自信了 我一直都在錯耶 那就先從你來 說不定這是你對啊 我覺得什麼東西 還是新鮮的好啊 對 雖然我爸媽 不是我親身的 他們一直都有在買那個 新鮮的拉湯給我 但是你拉湯它能煮多少呢 對不對 鮮精它可能是濃縮啊 因為我不是很愛買那種 加工過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新鮮的東西 不管它的量是不是稀釋過 沒有人家那麼濃稠 可是我覺得新鮮的東西回來煮 還是會比較好 喔 重新鮮度 有道理 我其實也跟皓然講一樣 我不太愛買就是加工 或罐頭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那種東西就是放很久 而且會有變質的危險 可是呢這一題是問到鹹肉 可是我對於鹹肉還有蚵仔米酸 那個蚵仔 我每次我一看到它 我就覺得重金屬 我要吃下去嗎 我就不敢吃 好概念喔 沒有 因為我真的很奇怪 我只要看到它 我想到它有點綠綠的 都一定有重金屬 它有點綠綠的 它一定有重金屬 就把它挑旁邊 鹹也會嗎 我怕 我就是怕 我就是很膽小啊 只要帶殼的 就是那種海鮮類那種 那種看起來殼嘛 然後蚵仔嘛 因為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才是覺得加工的東西 比較方便 因為你看我老公之前 他在大陸和台灣 就是兩邊飛的時候 他有時候在大陸工作 也是到半夜 那邊也沒有人 要煮鹹湯給他喝 所以那當然你隨身攜帶 是比較方便啦 角度都不一樣 一個人用自己親生父母的這個 來證明說他是對的 對 我爸媽總是會良心發現 給我吃對一樣的 好啊 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題真的有點難答 因為就字面上的意思來講 比如說像剛剛講 險金跟鹹肉 它應該是對的 就字面上來講 因為我們通常 如果是險金的產品 有做過認證的 比如說健康食品認證 那他確實可以有強調一個功效 叫做保乾 所以我剛剛就字面上的意思 可是其實浩然 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的險 你爸爸媽媽煮的 如果他是比如說 他是每隔一段時間 幫你煮幫你煮 那其實他的險 那個我們祖族的那個蘭阿燈 他本身就有一些腥 然後如果你連蘭阿的肉一起吃的話 其實有蛋白質就有腥 其實他是一個慢性的一個保養 這樣子長期的一個保養 那險金就算是快的 那險金他是快速 因為他是濃縮的 那濃縮的也沒有不好 他其實就是去掉膽固醇 跟去掉一些 比如說鹽分可能會稍微控制 因為早期他鹽分太高 被那個就提出來反應 那現在他有鹽分有控制住 所以我覺得 所以答案是 其實沒有一個特定的答案 確實如果你時間不夠的話 你可以買險金 但是要記得買有健康食品認證的 那如果你平常自己有空可以煮的話 我覺得蘭阿燈是一個很好的 但是你煮蘭阿燈要特別注意就是 一定要加一些比如說 薑片大蒜這些 因為相對的蘭阿燈裡面的濃度 確實沒有這麼高 所以反而你加的一些辛香料 蔥 薑 蒜 它才是真正飽乾的一個 很好的原理 對 就配角原來是主角 對 那我就直接吃大蒜吃蔥不就好了嗎 也可以嗎 但是你喜歡喝湯啊 你就可以加一點蘭阿 那蘭阿本身煮蘭阿燈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不用加太多鹽 因為本身糖海鮮 它就有鮮味 所以它是天然食物裡面的鮮跟鮮味 對 那這個如果是蘭阿燈 或是鹹筋好了 有沒有什麼人什麼不適合的 其實我們剛剛說 其實海產的東西 基本上包括我們所謂的蚵仔 或是那種很大的牡蠣 其實基本上他們的營養都很夠 唯一的差別是 它裡面的脂肪多不多 我們常說你吃這些海鮮的東西 如果你吃到脂肪過多的話 對於本身有高血脂症的人 本身就要小心 可是再過來 這些都跪裂在帶殼的海鮮裡面 帶殼的海鮮有一個缺點 吃多了 但有概念 再說到海產裡面 只要是帶殼的海鮮 動物的內蠢 它本身吃多的話 會造成尿酸偏高 那這一陣子其實很多病人 就是因為飲食真的吃得比較好 那可能吃到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你本身通風 尿酸已經偏高的話 吃這些東西一定要小心 否則引發通風發作的話 那就得不償吃 那這種帶殼的膽固層也會高嗎 就看量的量 基本上其實這個蚵仔跟險金 它基本上是比較小的 它基本上膽固層是比較少 或者像那個蚵仔大的生蠔 那整隻很大的話 那基本上它膽固層就變得非常高 那真的會有重金屬嗎 綠綠的 如果說啦 說實在的 如果說特定沿海的話 大概孫上已經知道說 台灣的很多某些沿海地區 銅污染的真的蠻多 那如果真的銅污染的那個蚵仔的話 你看的話它真的是有一點綠綠的 那基本上再過來說 其實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保健食品要有小綠人的認證 就是基本上 廠商對它的食材會去做檢驗 那要符合一些 可能不含重金屬 不含一些誰 化學農藥抗生素這些東西 會有瓶管 再過來 萬一它出了問題 基本上它就要負責 所以我想說基本上你自己做 跟請這邊的話 其實差別在這個地方 當然啦 現在的媽媽 如果你時間真的比較多 願意付出比較多的愛心 那當然自己煮比較好 當然如果你時間真的 已經大煮兩頭燒了 那其實有小綠人標章的 其實也是還蠻不錯的 只是說這東西 基本上比較貴啦 你去外面拋頭露面 賺的錢要來購買這些東西的話 那還要分享自己的CP值 到底夠不夠 來要精算一下 但就怕說 你用錢來補越補越大東 會有這樣的案例嗎 而且其實我不懂 大家為什麼要喝險經 因為他們的寶肝嗎 第一個 當然 他的寶肝的研究 是用那個化學性肝炎 就是他用那個自律化碳 讓這個小老鼠肝臟有問題之後 然後發現說我給他吃這個 可能有保護他的作用 問題來了 台灣多數人的肝炎是 病毒性肝炎 不是化學性肝炎 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個 對於病毒性肝炎有沒有作用 所以你與其喝這個 你為什麼不早早去睡 早早去休息 不要亂吃東西 不是更理想 然後媽媽的愛心 一碗辣湯 你不要在外面亂吃 反而是在家裡吃 那你這個 產生這個化學性肝炎 應該是更低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 因為你在家吃 毒就少很多 有一些人就想說 所以哪些人會去喝這個 第一個 你已經覺得自己有肝臟 有問題了 他反而去喝這個 因為他就會飽肝啊 所以他們之前就發現 有些人肝臟已經很嚴重了 甚至他肝臟幾乎 他也沒有功能了 他大量吃這個 反而蛋白質太多 結果反而造成他更大的負擔 所以整個手腳都腫起來 對 如果是門診上 因為醫生有建議 你要現蛋白的話 那你在喝這個 所謂現金跟雞精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反而會造成你肝臟 跟腎臟疾病更嚴重 所以渣渣睡 跟喝現金 我個人啦 渣渣睡 沒有研究心事 但是我覺得你渣渣睡 吃爸爸媽媽在家做的東西 對 這個保護程度應該也是有 而且煮一鍋 一家人 大家一家 和樂融融 是 家庭和樂融融了 好 來 各位 繼續第四題 好 來 準備喔 請問大家就起床的時候 空腹喝一杯這個 溫的蜂蜜水 比溫開水更能夠幫助排便嗎 七米茶 總共三位 我媽是說蜂蜜是比較涼的東西 因為像我兒子咳嗽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很愛喝蜂蜜水 他去學校都要帶一罐去喝 我媽就說如果他這兩天有咳嗽 你就不要再給他喝蜂蜜水喔 怕他咳得更嚴重 那我想說既然涼 那可能就會幫助我們便祕啊 什麼的 然後都不管 反正我覺得蜂蜜也會讓我們 所以如果蜂蜜水和溫水來 比我是早上是喝蜂蜜水啦 我覺得他是用那個蜂蜜的優點 累積起來的優勢來選擇圈耶 對 就是不管怎樣 他是個好東西 比水好 比水好 後蘭 其實我以前沒有覺得蜂蜜很了不起耶 可是根據我這幾年 都在看韓劇 韓劇怎麼樣 韓劇裡面你不覺得他們很愛 就說身體不好虛弱的幹嘛 他們很愛泡蜂蜜水 不是 是喝醉酒 喝醉酒也要喝蜂蜜水 要喝蜂蜜水行酒 對啊 你都不看韓劇 行酒也是啊 還有譬如說這個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媽媽也會泡一杯蜂蜜水 我才發現原來蜂蜜水這麼好 這麼多功效 好對不對 這樣子我也要改圈了 沒有 因為我突然想起來 不是 但是他蜂蜜水沒有拍到說 他喝完之後我罵我去上大號 他又不是開罵是不是 因為我跟雨妮一樣 反正蜂蜜就是不錯的東西 所以它也許可以促進你的腸蠕動啊 對 它讓你不老是因為你 然後你就不老啊 就排毒了 對 是這樣 聽起來很有道理 所以心儀都改了 我覺得被他們說服了 沒有 我想起來我記得 好像以前有講過 所以會不會心臟的生液 所以拉肚子 你怎麼想我 我亂講 我亂猜的啦 我亂猜 尤其過期的最好 因為人家不是說 因為人家不是說 如果小朋友一歲已成 不要給他吃蜂蜜嗎 因為蜂蜜有一些生菌啊 讓他會比較可能不好之類的 所以想說會不會是因為這個緣故 有可能 醒過來囉 但是正確解答是什麼呢 當然答案跟白開水的比 一定是錯的啊 為什麼 早上起來其實最好最好就是喝開水 那有的人喜歡喝溫開水 有的人喜歡喝冰開水 那看個人體質 反正只要早上喝開水 其實是幫助排便 那蜂蜜水 其實蜂蜜喔 我去查它營養價值 它蜂蜜它大概一點點的微量的維生素 一點點的礦物質 都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個口感上一個好喝啦 安慰性 對 但是你要比較喔 如果是蜂蜜跟砂糖來比 那我會選蜂蜜 因為它基本上 它至少保留比較多的維生素 那砂糖幾乎趨近於零 幾乎沒有維生素 就只有糖分 所以你是用比較級的 那如果早上蜂蜜水跟白開水 你一定是要喝白開水 因為蜂蜜水 其實我們算是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一整天都喝蜂蜜水 而且他都是泡 不是泡一... 不是泡一壺在喝喔 他是早上一壺 中午一壺 晚上一壺 結果後來他喝了一個月之後 他抽血 他酸酸甘油脂都過高 因為太多的蜂蜜 會在體內轉變成酸酸甘油脂 會讓你的酸酸甘油脂 會讓你的酸酸甘油脂過高 酸酸甘油脂會變成脂肪 會變成脂肪肝 對 變脂肪肝 對 變脂肪肝 可是像我們每天早上喝一杯蜂蜜水 可以保持皮膚的彈性嗎 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水就可以保持皮膚的彈性 可以保持體重的那個重量 保持體重的重量 對 那適量沒有關係 大概我們一杯的話 比如說700cc然後一湯匙的蜂蜜水 那一天的量其實就差不多精緻糖 就可以差不多蜂蜜的話就可以這樣 就一天一湯匙的蜂蜜就過 對啊 一湯匙蜂蜜 那因為你還會吃到其他的糖 如果早上空腹喝一杯溫鹽水的話 是不是效果會比較好啊 我是說跟溫水比的話 對 基本上你只要加的東西的水 跟水比起來一定不會比較好 真的喔 對 因為基本上其實我們去上水就是說 基本上水就是最好排便的東西 你加任何東西其實是為了一個目的 其實有些人早上起來喝水 它會覺得沒有味道 它喝不多 那一般這個水量至少差不多300cc 那基本上你可能喝到一百兩百就喝不下去 那加你加一點東西 不然加點蜂蜜或加點鹽巴 你會覺得那個口感比較佳 就像我們煮那個辣辣湯 會說我們要加點鹽巴 因為這樣喝起來又感覺會比較好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為了一個口感的問題 那至於這個蜂蜜的問題 就像其實蜂蜜如果說是 真的是 蜜蜂採血的蜂蜜 它裡面還有一些很特殊的微量元素 但記得泡蜂蜜的時候 不能用溫度太高的水 如果你溫度水過高 你用熱水去沖泡它 它裡面那好的東西 都會被殺菌殺掉 可能幾度以下 對 那反過來 基本上可以大概一般說 五十度以下就OK 那基本上就不要太高 那再過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一般認定 那個本身蜂蜜是野生來的 它本身還有一些包子 那包子的話 對有的小朋友 一歲以下的話絕對不要 那我是建議 大概三歲以下本身也要注意 你本身腸胃不好的話 成都會有影響 那請問一下 有人跟我說喝陰陽水 可以促進排便 陰陽水 冷的加熱水這樣 那種水 然後再加一點符咒對不對 然後去灑一灑對不對 屈邪嘛 不用符咒 只要點一炷香 炷了 還是灑點香灰 對 我覺得很好奇 陰陽水是不是真的 可以促進排便啊 其實陰陽水的結果 所以把它加在一起就對了 對... 不就是溫水嗎 對嘛 陰陽水就是溫水嘛 其實差別是不大 沒有 那在宗教上不一樣 因為有一些人 基本上他本身 腸胃腸比較敏感的人 他其實喝冰的開水 他的胃腸蠕動會比較快 他的排便速度會比較快 那基本上是看冷 就很多人喝溫的牛奶 他其實拉肚子不會拉那麼多 他喝冰牛奶會拉得比較快 那就不能 本來你的腸胃對溫度的適應性 那你可以自己稍微調配一下 看你是喝溫的開水 還是冷的開水 你的排便效果比較好 那你自己適應這樣就好了 是喔 不過為了排便好像偏方蠻多的對不對 對啊 其實有聽過什麼奇怪的嗎 早上排便的偏方沒有很多 第一種是有些人他很... 也不算偏方 有些人他是覺得他只要喝黑咖啡 就是黑咖啡可以促進排便 真的很瓜味耶 但是很多人都說他沒有黑咖啡 排不出來便 那我覺得反而是剛才那個溫鹽水 比較好笑 對啊 因為溫鹽水真的很多人用 對啊 溫鹽水我只要一喝大概 只是十幾分鐘就可以很順利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而且你不用太鹹 你只要加一點點 有一點點鹹味就好了 但是重點就是不能太鹹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是笃信說他早上要喝溫鹽水 才能發變 要拉得很徹底 對 可是他的鹽就會加很多 因為他笃信說 他就不懂說為什麼他那陣子 奇怪 他有沒有說為什麼你最近血壓 同樣是那顆藥 控制的就是很差 後來發現原來老公 早上的溫鹽水都是這樣 太鹹了 然後他就說其實根本一般人 水就可以不用加那個鹽都行 真的 但問題有人真的不愛喝水 對 那這樣還是有什麼別的方法呢 促進排便 還是要鼓勵喝百開水 如果真的不愛喝的話 他們通常會用一些 比如說檸檬 檸檬汁 但是檸檬汁它很酸 所以基本上比例就是 大概是1000cc 大概半顆檸檬的量 就差不多了 但是其實檸檬水有一個幫忙 就是說你可以放在運動後 比如說你做完一些油氧運動後 你喝一些有基酸的 比如說像檸檬柳橙汁這一種的話 它可以幫助你的 所以其實它有這樣的幫助 所以你可以把它喝在運動完之後 補充一點檸檬水 但是濃度不要太高 那如果是剛起床 馬上就檸檬水心灌過 那如果你的檸檬的濃度很高 那當然就三味啊 因為酸跟甜都會三味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通常會2000cc的水 我們會檸檬水 大概就建議大概就是 如果真的要比例上 你至少要喝到1000到1500cc的白開水 好 這台灣的健康食品市場實在太大了 真的 太曖昧了 那因為我們這個平服塞有限 我們就舉了幾個 四個題目你看 大家沒有人全部答對的 所以來王醫師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個指導的總原則 花錢補身體要注意什麼 基本上大家都是因為身體 希望健康才需要這些保安食品 那記得跟你的家庭醫師稍微商量一下 你買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需要 再過來在國內買台灣有認證的 不要說去買一些什麼國外進口 你連看都看不到的 那基本上要認識小綠人 台灣的小綠人是滿有名的 那配合小綠人的話 基本上再跟你的家庭醫師做討論 這樣可以買得比較心安 而且錢才有花在真正的健康上面 對 這個買對那當然是最好的 如果萬一花錢 你又身體又整個搞壞了 我覺得是得不償失 所以賢淑良德的我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賢淑公姐讓的我們也了解 好啦 大家一起加油 要健健康康 謝謝 謝謝 謝謝